其实所有的食材都一样 都进不起温度的复发目的变化 有了冷革物流 我们就可以确保这些食材 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维持在低温恒温的状态下 以确保食材的新鲜度跟最佳的品质 为了冷链的SOP 我们在四年前就把相关的冷链标准温度 都制定出来 我们在去年的11月中就开始集货 然后风贵到美国 那在去年的那个食证试验里面 品质是很好的 那贸易商跟我们说 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番石榴是一个非常营养的水果 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 台湾优质的番石榴 我们的渔货从渔船下船后 以及渔温收成后 我们放置在冰桶 一路再自我们的低温加工处理场 进行初级的拟货分级 以及蓄塞里等加工程序 再自急速冷冻附冻结 这样的过程不超过半个小时 所以说以这样子的加工处理程序 做出来的渔货的口感 以及新鲜度 几乎可以比你健老的 今年来食安问题业寿宗室 许多大厂商将浮体导入冷链物流 从冷藏库 冷冻库 以及冷链车辆 在低温的保存下 减少气筋的滋生 保障消费者实惠是安全 这里是屏东凤梨的最大的产区 我重视凤梨二十几年 荣维这两年也积极的拓展 冷链外销 让产地的价格趋于稳定 积极的开发农产品加工 去提升凤梨的附加价值 提高更高的收益 提升我台湾凤梨 在国际的竞争能力 透过能链建设规划 增加农民收益 稳定供货外销国际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农业属于